位于南投市内新路旁 可以看见一片绿地 原先的管理单位是中科管理局 在先议员曾正妍 以及地方里长 市民代表协助下 不但将这块土地绿梅化 日前也前往种植黄花风鸣幕 很感谢我们本身 曾经兰议员 和本身的 曾经兰代表 和我来行李的志工 作为来 我的来行李 来行 三九年立法地 消息是中科管理局 经过议员和中科管理局 选条下 与我们选这个 红林墓 这红林墓 听说日后大厂 开出来会很漂亮 市民代表会指出 相当感谢里长以及议员的协助 利用空前土地进行绿梅化 为能够成为地方 休闲好去处 请你非常感谢我们曾经兰议员 和我们来行李的理订 曾经兰来到中心路 和新路的入口 还有一个绿化地 我们的议员和管政府 要来证出一个入口意象 他也非常用心 有来自在这里 能够拿几个森林墓 要来这里蒸 要期待在将来 这些火苗开出来 可以做成我们来立这些美丽 让我们这些友谊 如果经过来立地区的时候 都会停车 大家来这里选择 来这里打卡 先议员曾正言表示 利用空前土地进行绿梅化 并种植黄花枫林墓 也希望民众未来 可以共同爱护美好的环境 这也是我们大来立地区的一个景点 希望我们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乡亲人 大家共同爱护我们的地球村 共同来维护地球村 让我们的地球村 绿化美化 明天会更好 相信在大家努力之下 不但可以达到 环境绿梅化的效果 也能够让地方的居民 都有一个良好的休闲空间 记者邱品毅 南投采访报道